今天來就是因為這是我唯一的一部電影 所以看到大家都很開心 雖然那個時候很少大家誰是誰都不太認得 但是見到大家的臉的時候都認得出來 尤其媽媽我的印象我最深刻 因為我們對訓的時候媽媽有教過我很多東西 就是事隔那麼多年我重新看到當時的媽媽當時的姐姐 我覺得這個時間真的過了好久 好像然後每次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都覺得說 哇這個是個全新的體驗 就是每個人生階段看每一次都覺得不一樣 而且更何況看到當時跟你合作的人 謝謝 我讓他們先講 因為其實我要平復我自己心裡的情緒 因為呢真的十七年十八年對不對應該十八年 楊陽跟凱莉那時候都是小孩子 尤其是楊陽 所以我今天很期待要見到他們 我心裡在想我會認得他們嗎 剛剛一看到認得全部都認得 楊導在我們心裡永遠都會是楊導 他留給我們的東西不是說我們光記得他有多威嚴啊多什麼的 就是說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那我們尤其是你們就算你們只拍過一部戲 你們能夠在一部這麼完美的一部電影裡面呢 你們真的是無害 我自己做一個演員 我入行幾十年了 我都深深地以我自己能夠再養導 他生平拍了七部電影 我在他後面四部電影都有份機會參加 這份那個心裡的那個怎麼講那個飽滿的那個感覺 我都沒有什麼話能夠形容得出來 我只希望就是說今天你終於能夠在台灣跟我們觀眾朋友 應該在十八年級或十七年級都應該看到的一部電影呢 今天終於能夠讓大家看到 我希望有很多很多人能夠進到新聞裡面去感受一下我們 楊導他被我們形容的 這個是一個這麼本質的一個人嗎 你們自己去體會一下 還有就是楊楊跟凱莉 你們去看看這兩位小朋友 沒有演過電影 簡直是太令人驚訝了 真的 謝謝 剛剛要講一下心裡其實變化也很大 除了太被試用出來自己也是 很感動啊 就是導演的這齣戲以為這輩子大概就石城大海了 然後因為我是接觸到他最後兩部片子 然後從麻將的戲份是最多到這部戲 就是人生大概戲份最少的就是一個鏡頭 然後好像同樂會一樣 知道這部片子得到坎晨影展最大的獎項的時候很興奮 但是一直沒機會看到 我覺得這次的影展應該算是大會給台灣的同胞 或者是所有喜歡華語電影喜歡楊導演的戲的 觀眾粉絲們最大的一個紅包 因為這個戲已經講了很久 始終沒有機會在正式的一個平台上上映 我覺得這個對楊導來講很傷 這次有這樣的機會 我希望大家一起來看 而且是本世紀被譽為是大概前十大的電影 它出現在台灣 我相信大家應該覺得很驚訝 希望大家一起來支持這部電影 然後我也很期待 我還沒看過 我真的蠻想進去戲院在大螢幕上看 謝謝 剛剛胖子好像有跟蕭淑聖合照對不對 在台上 什麼 跟蕭淑聖在台上合照 合照 對 剛剛是跟蕭淑聖合照 是跟那個 Kelly 剛剛跟 Kelly 剛剛跟 Kelly 大家會想說那個就是借機留一下聯絡方式 以前可能只留電話現在可以有LINE 不會的 不會的 謝謝 那你覺得想說開個群組 大家還是在旁邊聯絡 群組我可能就不會開了 因為我覺得他們可能不敢跟媽媽講話吧 但是我覺得人就是這樣子 我沒有想到我們大家要隔了這麼多年後的今天 能夠才到碰頭 這就是這個緣分 該發生的就會發生 這裡臉書都不留嗎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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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Facebook的 哈哈哈 你要不要想一下 看羊島合作就讓你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就是 尤其是拍依依的時候 我第一部戲婚禮節的時候呢 羊島找我的時候 我那時候懷孕了 那我就說 哎呀 羊島上找我拍電影 我居然懷孕了 我就問羊島 我說 我現在四個月懷孕 會不會看不到肚子的 就講完之後他就沒消息了 結果等到第二年我把孩子嚇著說 他電話又打來了 那結果呢 我還以為是另外一部戲 結果還是孤領街 這就是我第一次合作經驗 就是我回來伴著娃娃 回來拍了孤領街 好了 中間麻將跟獨立時代 每一次他就說回來吧 我就回來了 然後到了依依 他打給我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其實住在英國 沒有什麼拍電影的 但是剛好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我來拍 光景風的電影 結果就跟他撞旗了 我說一下羊島 我有撞旗 結果他就沒消息了 後來我在香港拍戲的時候呢 拍關島的戲的時候呢 他來了 然後他來探班 其實聽說我說 那時候依依他已經找了別人演了 結果他探完班之後 我也拍完電影 我就回英國了 他就打電話來了 就是再把我找回來 再演依依的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說我常常把今天事 拿出來講 作為一個演員呢 我就覺得很鼓勵 當我在地獄的時候 我就會自己跟我說 如果楊島再找你回來演戲的話 他說不要再要前面的戲 那表示你可能就有一些地方 他會喜歡了 所以我常常鼓勵我自己 所以這些都是 我對依依非常深刻的一個印象 就是說 我相信如果該是你的 他自然就會來找你 楊楊在裡面就是有螺體 現在看會不會覺得很害羞 有螺體嗎 怎麼不去 有啊 那個拿東西 然後那個毛巾就掉下來 你有印象深刻在場上嗎 我有印象深刻 我那時候要求楊島說 你不行 這個東西絕對不能夠露出去 恩...大概是露出去了啦 但是也是一個紀錄碼 至少我大概可以知道 我有所成長 是沒看出來 要看現在對比 哈哈哈哈 所以待會大家都會進電影院看嗎 對啊 我待會不敢看 因為我怕我會哭得很厲害 所以我不敢看 可是17年很難看 我今年我知道 香港已經會在 重新進 政治發行這部電影 所以我今天一定會在香港看 一定會在香港這種手影啊什麼的 所以一定有機會看 我喜歡在戲院跟觀眾一起看 但是我不喜歡 在手影的時候 這樣子 人家知道你在看 我喜歡 我自己進到戲院去 人家不知道這樣看比較好一點 要不很尷尬 自己在那邊哭了 人家會說 你自己覺得你自己演得很好嗎 這樣子 所以很尷尬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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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